北京时间9月13日,哈登和安东尼继续跟随训练师克里斯布里克利一起训练,火箭两大战将在训练赛中都有出色的表现。 值得一提的是,哈登和安东尼之间也有了连线,两个人合作大杀四榜,这让布里克利赞叹不已。 在Instagram上感慨,火箭队将会变成一台得分机器。 安东尼结束前段时间的巴哈马迷里训练营之后就开始训练,保罗跟着安东尼训练了一阵后度假去了,而哈登近期就和安东尼一块训练。 火箭三巨头希望在这个夏天通过核练早点形成默契。 就像去年夏天哈登和保罗找了很多时间一块训练一样,训练是在火箭将变得分机器。 在布里克利9月13日发布的训练视频中,哈登与安东尼有三次连线,一次哈登将球传到右侧45度角,安东尼接球往里运,动了两步,然后跳投得分。 第二次哈登与安东尼倒差,对手用后卫球员换防安东尼,哈登将球交给安东尼。 前刮在中路直接干拔跳投命中,第三次哈登发动快攻,安东尼在右侧45度角击球跳投三分命中,安东尼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跳投能力。 新赛季他与哈登的党差配合,有望成为吸力武器,对手一旦用后卫换防安东尼,他可以利用身高和体重优势以硬持对手。 安东尼这个夏天还特选了三分球,主打大前锋,位置的他。 有望变成价场本安德森,毕竟他的得分手段比安德森多不少。 NBA名素皮,二次谈到了安东尼在火箭新赛季的作用。 他认为安东尼扮演类自于他当年在起台的角色,预计得分在12到15分之间。 皮尔斯在2014到15赛季效力奇才,场均得到11.9分4.0篮板2.0助攻。 这话听起来并不像是在夸安东尼,要知道安东尼上赛季在雷廷场均得到16.2分,已经是职业生涯最低的分。 按照皮尔斯的说法,难道安东尼新赛季在火箭场均得分,还要创造生涯先低? 皮尔斯认为田华新赛季场均12到15分,如果安东尼只是这样的水平,那么他就不算是一位巨头了。 火箭是两巨头,不是三巨头。 不过,安东尼显然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,他在这个夏天苦练,身体状态保持得很好,他也没有伤病。 新赛季身边有网罗和哈登亮大传球高手,安东尼有机会灭气爆发。 比赛季身边有网罗和哈登亮大传球高手,安东尼有网罗和哈登亮大传球高手,安东尼有种材料催光大传球高手,安东尴有独获犯、 谢谢马迅小技药同胜高手,安东尼有网罗和哈登亮大传球高手,安东尼有梦药不打完在下半年4半, 还要装装可以一下низ面用短洗产正式高手,安东尼有网罗和哈登亮大传球高手,安东尼有网和哈登亮大传球高手是颯和哈登亮大传球高手,安东尼有帮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